所以今天我会在前面一段将近十分钟左右 然后就跟你来分享圣经里面父亲的角色 然后在研究上面他们怎么样来肯定 同时我们也来实际的应用 接着我们才会进入孩子的心田 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属灵的个性 圣经里面就是非常的强调教养儿女 可是好像都是用对父亲来说的很少 然后你看见的是讲到对母亲而言 可是在现在教会里面所谓的阴圣阳衰 还有姐妹们母亲们妈妈们 然后对父亲的比率是将近四比一 然后国内的教会甚至更多更高 然后在传统的文化社会的风气里面 男人是主外 然后女人是这个母亲是负责这个孩子 甚至所谓的你如果在这个网上 如果找这个父亲的话 这个图片一定是父亲跟狗 或者是父亲拿着一瓶啤酒 所以这个很少的是父亲跟孩子 这样的图片 这也是流露和表达 所以在这个现代跟这个圣经 至少在父亲在这个家庭 在儿女信仰的角色 其实非常的有很不同 所以到底父亲在这个孩子的灵命成长里面 还有什么影响力 这就是我很关心的一个问题之一 这个是美国一个报告里面 然后这个是虽然他是一个小型的 但是他其实做的跟其他的这一个 其他更多的这一个报告里面 那就是问这一些年轻人 或者是包括小孩子们 他说谁帮助你信耶稣 一半以上的都会讲 这个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 或者是我家里的人 那这里你会立刻你会觉得 为什么加起来不是百分之百 因为这个是你可以 他的这个问题的设计里面 他可以回答这个是多种的 但是不论怎么样 这个是跟其他的研究报告都是一致的 那就是父母亲是孩子灵命影响最大 包括他带领他信主 所以我们上次也提到 孩子从四岁到十四岁 是所谓的叫黄金的窗口时段 孩子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父母亲如果尽到责任 这个就是孩子就能够信耶稣 而且是所有信主 一个成人信主里面 这个调查他是什么信主的 一定都是在小的时候 然后父母亲带他信主 而且这个是远远超过其他的比喻 对这个牧师或者是对其他的这种 在教会里服侍的 这一个很重要 因为是教会里面 真正从一个不信主的成为信主的 这个百分比率还不到5%到10% 你或许不太 但是对一个教会的而言 你花那么多时间在要领人归主 但是真正的最容易的或者是最可能的 信耶稣的那就是自己的孩子 这个是远远超过我们的努力 在领一个完全没有信耶稣 或不认识耶稣的 然后要领他归主 所以这个是信耶稣再一次重复 绝大部分都是因为父母亲 然后带领他信主 然后更详细的去他们去问 你这个信耶稣 是谁带你信的时候 虽然常常的这个会讲到的是说 是我的母亲 他对我的这个离我归主 对我的信仰的影响非常大 可是呢父亲是这样子 他去调查的里面 他说如果父亲是家中第一位信主的 93%的家庭 他们会接着就信主 看到没有 父亲是第一个信主的 全家能够信主的那个可能性 是93%非常的高 可是如果是母亲是第一个信主的 那那个全家能够信主的那个比率 就成为只有这个百分之17而已 同时呢你如果看右边的话 他说当父母亲一起参加教会 这个孩子他是不是也继续参加教会的 那是72% 父母亲一起到教会 孩子就会有70%会是上教会的 那母亲跟父亲的差别呢 你看 但是如果是父亲一个人 他是到教会 孩子有一半以上 是会继续来这个教会 可是如果是只是 妈妈一个人来教会 只有15%的孩子就还会继续来教会 当最后一个就是当父母亲都不来教会 而他自己会来的 那是非常少的 非常极少数 这6%而已 那这里呢我们就看见的是 是的 在调查里面母亲对孩子的信仰很重要 可是父亲在这个孩子全家的在救恩 在他的这个信仰认真 或者是孩子的灵命的成长 那个父亲如果是信仰认真的 那有极大的影响力 这里呢就还是另外一个报告 这个是来自美南进行会 你一定会问 为什么美南进行会 有这么多的报告 因为我自己过去是 我自己是从美南进行会退休的 我们呢每一个礼拜都要 这个报这个数目字 就是谁几岁到几岁 然后他是这个来参加主日学参加 每一个就是每一个礼拜 都要报这一些数目字 就是这个是这个美南进行会 教会的秘书 星期一一定要做的事情 他从这个主日学老师 这个青少年的 然后这个每一个他都要收集的 接着呢他把这些数据都报上去 美南进行会将近有五万个教会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那个数据库里面就很多的 所以他能够从他的数据里面 可以做任何的调查 那在这里 这其中一个 他说当他们去看这个17岁的孩子 然后他的年轻人17岁 他是否这个父亲在教会里面 对他的这个继续留在教会 是那个绿色的 跟红色的就是那些已经离开教会 或者是不再参加教会的 你看到母亲对这个青少年 尤其在17岁 如果母亲在教会 那一个17岁的年轻人 有60%会留在教会 母亲的确在这个年龄层里面 他会对这个孩子 然后有影响力 但是如果是双亲都在教会 只有58 父亲在教会 然后也是51%会留在教会 所以这里面当然这个图片里面 是蛮复杂的 第二个你可以看得见的是 这个离开教会的 这个数目字是蛮庞大的 在17岁的时候 但是父亲母亲参加聚会 认真的参加聚会 就影响这个对这个青少年 是否能够继续在教会里面 至少参加教会 我的意思是 并不是说这个 他的灵命就是因为 是否有参加教会而做决定 但是是否还会在教会 跟这个父亲能够在教会里面 是很有关系的 这个虽然母亲的角色很重要 但是父亲有一个不可抹灭的 这个角色跟贡献 好 然后我就用这个图 这个不是只是这个 Lifeway或者是美男进行会 其他的也都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所谓的Promise Keeper 这是一个对男人要爱主的 这一个运动里面 然后他讲到说 在右边的66% 就说父亲去教会 远比母亲去教会 这个影响 对孩子影响更大 然后圣经里面 其实有一个现象 那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 或者是在旧约 也都是如此 一个家人 一个家庭里面 当他的父亲信了主 或者是这一些 就好像格林流 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 他信了耶稣 全家就接受 这个我们常常会觉得 这个现在在这个时代里面 这个还行得通吗 或者是为什么一个父亲 这个他真的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 是的 我就是刚刚又在开始的时候就讲到 圣经的真理 其实是跟我们的调查 不是说这个圣经的这个所讲的 没有这种实在的根据 所有的报告也是这样说 父亲他有独特的角色 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知道 在这个马拉基书 马拉基书是你知道的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 我们常常就是忽略了它 可是那里就讲到的是很重要的 那就是一个信徒 神对这个当时的犹太人 他很重视的就是家庭一定要跟信仰是一致 因为当时的那种宗教领袖祭司们 他们好像是有的敬拜神 可是他们自己的家庭都非常的败坏 包括他自己这个就有离婚 然后虐待他的妻子 所以就导致这一个他们无法养育 这个敬前的后代 所以我常常讲的就是说 敬前的后代跟一个父亲在家里面 进到他的丈夫跟他的这个父亲的角色 是一样的 所以是好像同臂的两边 所以再一次我就用最后这个玛拉基书的最后的结束 他说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 畏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这里我们知道这个先知以利亚是指的是耶稣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也要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你看见在这个旧约的结束 在神停止向这一个以色列人或者是说话 或者是成为这种静默的四百年之前 最后一句吩咐 那就是亲子关系 而且是父亲的角色 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所以这个是第二代信 我们的孩子能够敬虔爱主 竟然是神最关心的一件事情 亲子的关系也是神他的心中 他最宝贵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停在这里 我们的老师们也可以请你们也回应 感谢主 真的是我觉得说这个李牧师现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框架 我想我一直想讲的讲过很多次就是说 我们在有小孩的时候 我们一定年轻 我们要做工作 要照顾很多的生活 然后还有很多世界价值观 所以我们最怕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花太多的时间 跟神亲近在教会侍奉 然后把世界的价值观就放到一边了 怕小孩花太多时间在教会 所以这个平常读书成绩就不会好了 这个理论基本上就是不相信神 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的神 所以要孩子们亲近神 父母亲一定要建立一个追求基督的文化 追求神的文化 我们不可能属灵非常成熟 但我们的态度要对 我们的态度对了 我们就追求神 那圣经讲得很清楚 你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 你跟我亲近我就跟你亲近 所以在这个整个的局面里头不要忘记了 我们的态度开始 但是我们的神是做工的神 我们的神是做工的神 所以一个很serious的基督徒 一定是不停地追求 不停地成长 而把这件事情当作一回事 那孩子们都很 他们最恨的就是什么 hypocrite 孩子们最恨的就是hypocrite 就是假冒为啥 嘴巴说 但是手里头不做 OK 他一看就懂了 他根本就不 trust 他也不会尊敬你 OK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那我认识一个牧师 在一个小教会 然后母亲是一个传道人 中国牧师加上美国的传道人 当然家庭情况经济情况不好 然后教会就是两个人在那边坐 那母亲就带着小孩 就是几十年这样子 就专门在小孩面前去 那三个男孩子都在教会长大 你就会觉得这三个男孩子 也没参加什么中文学校 小地方哪有什么中文学校 又没有什么补习 那这个三个男孩子怎么会长得好 对不对 按照属世的价值观 怎么可能会好 这三个小孩子优秀的不得了 大儿子管理一个financial的hedge fund 超过一个billion dollar 那二儿子是急诊室医生 三儿子是一个基督学校的副校长 所以不要担心 不要怕把你的生命全家交给神 千万不要怕 这是我的这个结论 谢谢 很感恩李牧师给我们很好的数据分享 那我有两方面想分享的 第一点呢 就是按着有一个家长也写在chat的问题 跟也是蒋宁老师所说的 那当然数据只能够看你们父亲母亲 有没有去教会 就不能去量度说到底你是多属灵 所以这个是唯一容易算的 所以重点就是第一点 当我们是去教会还是不去教会的话 我们的生命是最重要的 也是蒋宁老师这一今年开始的课程 所要给我们鼓励分享的 所以当我们在家里面 跟去教会也去服侍 重点是你有没有把 真理活在这个家庭当中 因为孩子所学的不是被taught 而是court 不在于你教多少 讲多少 在于你活出来是多少 他能够抓住多少 英文是很棒 不只是taught 一定是court court就是按着你生命 有没有活出来 这个第一点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继续 去教会服侍 可是重点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然后在家里面有没有把这个关系活出来 就包括我们跟夫妻的关系 有没有接纳 原谅 欢恕 真的是把爱偏活出来 属灵酒狗活出来 就是我们的属灵操练 在最困难 最不难 不容易教的孩子当中 最不能够接受的 配偶的行动当中 还是能够活出这个神给我们的属灵操练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重要的 第二个呢 就是如果我们当中 其实也很感恩看到好多弟兄在这里 非常感恩 然后就是或许母亲参与的比较多 我们做妈妈的不要放弃 因为每个家庭都有一个祝福的出口 你就是成为这个祝福的出口跟管道 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去唠叨 批评我们的先生 说他不属灵还是不来教会 求主帮助我们成为福音跟祝福的出口 活出我们这几个月一起来学习的 怎么少开金口多说金话 怎么用我们的见证行动来感动我们的配偶 跟我们的孩子 让我们真的生命流露出神的爱 生命影响生命 好 我就分享到这里 林娜呢 好 那我就接着一令老师的分享 因为从姐妹的角度 我是刚才看到李牧师放的这些数据 我想我们这边参加的姐妹 如果你的先生还没有信主 你看到那些数字可能就会觉得 哎呀 我有一个缺憾 因为先生还没有信主 那我想这个真的是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缺憾 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激励吧 让我们知道就是说 不要一个人 我知道在教会里大部分姐妹都是跑得很钱 就很近钱 那弟兄稍微慢一点 那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是想 自己的先生能够信主就很好 但是你会发现最难传福音的那个人就是你的先生 因为最真实了 生活在家里面最难改变的 或者是最难影响的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 所以呢 这个我也经历过来 花几年的时间 然后我先生看到我这个生命真的改变 你的信仰是真实的 他才愿意放下自己 除非姐妹先谦卑 知道去怎么样敬重自己的先生 怎么样去按照神的教导来做妻子 把先生还有神放在你的生命的蓄位之上 这个是很难 我觉得我们都接受这种很心锐的这种教导教育 这个要把这个蓄位重新去排列其实挺难 但是呢 我也是鼓励姐妹们 这是很值得 就是我们从来 当我们放低谦卑的时候 你从来都没有任何的失去 越谦卑神就给的祝福越多 所以我鼓励姐妹们 就不要老看这些数字着急 我们就像那个 就是那个古税 就是那个大卖税 成熟越成熟的卖税 那个头低的越大 那就说明我们成熟 所以鼓励姐妹们看到这些数据 不要着急 会有埋怨 看就是你不信主 所以我们孩子都不去教会 我不想把大家刺激成这样子 所以我就接着 以令老师那个分享 我来提醒一下姐妹们 不要着急慢慢来 神的时间 恩典都够 我想插一句话 这个不要忘记最重要的是神 不是你跟我 最重要的是神 神是信实的神 你只要对他信实 他就对你信实 所以你姐妹 家里只要有一个人 我知道是这样的情形 家里只要有一个人 愿意全部摆上为神而活 神就负责 所以你不可能有一天 上了天堂 你跟神说 我这么信实 我这么摆上 你怎么把我家搞得七八糟 不可能有这种事情的 神不会说 对不起我在睡觉 我不知道没想到 我make a mistake 不可能的 不可能 所以你不用担心 也不用紧张 因为你一担心 你紧张 就不是神在做工 是你自己在做工 你自己在做工就不用谈了 你自己在做工就不用谈了 你不紧张 你很有confidence 你非常peaceful 整个家庭就会受到神的祝福 时间的问题 不用担心 因为人一生在世一百年 你的孩子也是一百年 所以你不用担心 你到天堂上的时候 你一定只说 神啊我感谢你 你是信实的神 你只有这一句话可以讲 没有第二句话可以讲 不用担心 我也加两句 因为我们知道 神从来不会说 哎呀 Oops 这都不在神的那个vocabulary里面 从来 神不会误差的 神的时间 人事物都是差 差好的 然后我们当中信主 一段时间的人 我相信你都经历到 所以你可以放心 神会把最好的赐给我们 他已经把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了 没有留下任何的好处 不给我们的 而且我自己 信主 我家里面 还有一个长辈还没信主的 已经为他祷告四十年 也看到神一直在做工 然后很奇妙的工作 然后也记得 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 所以我们一个人信主 我们全家都会得救 我们继续的 抓住神的应许 我们也知道神的应许 永远不落空 我们最近读完 耶稣基里面 多少次神对着以色列说 我给你的应许 没有一个是落空的 感谢主 我们可以超量我们的信心 而且另外一点就是 很多时候我想 李牧师很容易把数据 再告诉我们 家里面的气氛 是谁最大的影响力 母亲 母亲是影响家里面的气氛 最大的 那蒋宁老师刚刚说 你peaceful 你有信心 你安静 做妈妈的 能够把整个家庭的气氛 能够设定出来 那就是看你的信心 有没有被超量 对 那还想加一点重要 这个 你有没有活出圣灵的果子 可以知道圣灵 有没有在你身上做工 你有没有尾身给神 最怕的基督徒就是 没有尾身给神 要神来尾身给你的基督徒 这样的神不是真正的神 这样的神是我们心里的一个偶像 很多基督徒就停留在 神只是一个神灯中的阿拉丁 他是来替我做事的 他是来祝福我的 我需要他的时候他来 我不需要他 他给我走得远远的 我告诉小孩该做什么事 小孩不听的时候不再请神来 这个本末完全导致 本末完全导致 我们要尾身给神 为神的荣耀而活 圣灵进来 让我们表现出仁爱喜乐和平 整个的家庭环 这个文化感觉不一样了 然后就整家就被神带上去 这个本末千万不可以导致 对大人的思念 有意义的 这种是 日监洛 温津 你 这种很正确的 我